比特币现货ETF玩家还没有进场 那些股市的散户现在还没有进场 所以你想想明年老的股市交易员 在跟他们的投资顾问讨论的时候 他们看着自己的投资部位 5%的投资报酬率 然后看着比特币一年就有157%的投资报酬率 他们就会开始思考 为什么我不干脆放1%左右的资产到比特币ETF里面呢 这一位Nai Bukli 他不是你一般的邻居 他不是什么做金融商品的机构投资的人 他是地球上有一个国家的总统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现在一个总统的推特帐号 在这边发一个非常类似的 我们那种一般投资人赚钱 都会发的一个开心的问题 那IEO基本上如果你买到的话 就是有很高的暴击的机会 你想新股筹钱 只不过这边的暴击比股票市场 来得高太多了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脑哥 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 每周一晚间七点上线 为家面会为投资人 整理币圈一周焦点新闻的系列影片 那我们有两个单元 上周焦点为您整理不容肉街的热点新闻 而在本周前瞻 我会分享接下来这周 币圈投资人得格外留意的日期时间跟币种 那这个礼拜呢 因为我受到某一间国际的交易所邀请 来越南河内这边拍一个他们的国际广告 所以我现在仍是在河内的饭店里面 我们用的收音设备可能没有平时的这么好 大家就多多体谅啦 但是一样我们的每周一的周报 还是会准时出刊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市场 每一个礼拜都有非常大的变动 跟一些新闻 所以每个礼拜也播个十一分钟 最终这个礼拜的热点 对我们投资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今天我们看到 迈入12月就屡破今年新高 比特币涨破4万4美元 分析师喊上涵4.8万 随着市场预期联准会可能会从明年开始降息 加上美国的比特币先或ETF问世风筝频传 比特币在上个礼拜 延续强劲的走势 猛吹油门狂飙 打破了2022年4月以来的44000美元新高 最高来到44367美元 那这个礼拜我在录制的时候 它一度是涨破了447多少美元 所以最近真的也是涨得蛮多的 那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 它要特别讲说2022年4月 就是因为在2022年5月的时候 币圈发生了一个属于币圈的黑天额 就是Terra Luna的崩盘 当时Terra Luna一度是 加密货币市场上第二大的智能合级公链 仅次于以太坊 所以Terra Luna当时的螺旋下跌 就是让很多人都亏了非常多的钱 那我自己也放了不少的部位在里面 都亏掉了 不只是它连带的让比特币下跌 从2025月 如果你去看一些不同的指标和数据 也基本上在那个时间 彻底的确定进入币圈熊市 那我们也知道在半年之后 又经历FTX的破产等等的 币价跌得更低 所以说考虑到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说 2024、25才会是币圈的大牛市 现在在2023年12月底 我们就已经收复了Terra Luna的师徒 就是4万4千美元这个关卡 其实是一个市场氛围相当不错的一个象征 与此同时 比特币这波急涨冲高 也引爆了嘎工行情 Glasnow的数据显示 当天曾经有24小时以内 9千100多万美元的比特币空手 不会产照清算的情况 我在其他币圈社群有听到一个说法 就是近期的这波涨幅 赚到的大部分都是新手玩家 因为新的用户 他可能就是看到说 比特币限货ETF的利好啦 比特币减半的利好啦 所以他就选择在这个时候做多买进 然后他就刚好能够赚到这波涨幅 可是一些比较有经验的比特币投资人 往往是认为说 大牛市还在后头 现在只是小小的回涨 涨到一个位置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想要做空 或者是想要出场 等到回涨之后再进场 那其结果就是这段时间 新手玩家的投资绩效 可能会比老手好一点 有些人就判断说 这可能是牛市初期的争吵 因为大家常说 其实牛市往往就是在怀疑中诞生 虽然说长期以来 你对比特币市场的了解更深 你更能够有更好的报酬率 但往往是在这种怀疑的阶段 是这些有经验的投资人 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牛市的阶段 所以人家认为说 这个很有可能是牛市的初期 但是当然我们不能用这样子的一句俗愿 就确定说 好现在牛市初期我们可以进场 我们还是要试图去找一些 比较有道理的推论 那这位推特大V Adam Quarkin 这边就表达了他的看法 他说他试着去判断说 现在到底是一个 已经到了牛市疯狂的阶段 即将迎来大型的回调 或者是一个小小的拉回可以进场 那他的结论呢 现在的市场还是非常健康 而且是看多后市的 那他提供了哪些判断因素呢 第一个是他觉得说 在疯狂的大牛市的时候 每一波的回调就是累积阶段 这个OI是未平常常常位的 会有一波很大量的做空的齐全 在累积起来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呢 他就没有看到 他说从12月4号到7号的这一波 比特币小回调的时候 他发现说 比特币跟以太方的齐全未平常量 都是在一个下跌的阶段 那他认为这是健康的 另一个点呢 是他去判断说 永续合约跟现货的价差 通常在大牛市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币圈人喜欢做合约嘛 所以永续期货的价格 会比现货高很多 那现在的情况呢 他判断说 永续期货只比现货的价格高一点点 没有到过度乐观 这是一个健康的表征 赞个赞 另一个他看的指标是在 衍生品跟现货的交易量 因为我们一般认为说在牛市的行情 现货的交易量 会比衍生品的交易量大一点 那在熊市的时候 衍生品的交易量比例就会大很多 很好理解嘛 因为在衍生品市场 我们才能够去做空 熊市大家喜欢做空嘛 目前这个阶段呢 他是有观察到说 有大量的现货的买进 这个图的黑色的线是 现货对比衍生品的交易量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 从2020年1月 这个交易量的比例是越来越高 也就是说在现货的交易量上升 至他来说是一个牛市在建筑的表征 毕竟呢他这边提到 比特币的总量是有限的 但比特币合约的总量是没有限制的 所以到最后大家就会发现 一颗比特币的价值是大于 一颗比特币永续期货仓位的价值 而虽然这个市场爱好潮合约的比例的人数实在太多 但是比特币现货的ETF 会要求这些提供者真正的买进现货放者 这件事情在机构跟散户投资来说都是一样的 那他这边也下了一个小小的结论 这到底代表什么呢 首先他认为说这个大涨的前奏 是来自于16到18K的比特币支撑 那上涨的燃料是做空的人爆仓 而上涨的延续性 则来自于持续的现货资产的买入 而早期的买入者并没有因为这波上涨 而受到影响而买出等等 那他这边也提到说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比特币现货ETF的玩家还没有进场 那些股市的散户现在还没有进场 而且比特币一直都没有跌破42K 就是42,000美元的支撑线 所以你想想明年老的股市交易员 在跟他们的投资顾问讨论的时候呢 他们看着自己的投资部位 这个60-40投资部位 刚好跟我们上礼拜四的数据报告有提到的一样 就是大部分的投资人他们的基本来说 就是六成股票四成债权 那你在这五年呢 你会有5%的投资报酬率 然后看着比特币一年就有157%的投资报酬率 而且已经快要来到历史高点了 他们就会开始思考 为什么我不干脆放1%左右的资产 到比特币ETF里面呢 我猜他应该看了跟我类似的资料 因为我们的数据报告也是提到了 1%比特币现货ETF的影响 那其实结论我大概也不用多说了 就是说他认为现在的市场 依然还是一个健康上涨的市场 并且真正收获资金的投资人 传统的高净值产户 他们还没有开始知道这件事情 这样我们看到 投资比特币福音360万美元乐开怀 萨尔瓦多总统坚持一地不卖 我其实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非常非常兴奋 这一位Nai Bukli 他不是你一般的邻居 或者是你刚进职场的前辈 跟你说他炒币炒股票赚钱的那种兴奋分享 他不是这种一般人 他不是什么做金融商品的机构投资的人 会在那边说服你买他们的产品 他是地球上有一个国家总统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现在一个总统的推特帐号 在这边发一个非常类似的 我们那种一般投资人赚钱的时候 会发的一个开心的文章 而且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当然这是正确的 当我们认为说我们在股票赚到钱 或者是我们在比特币赚到钱 我们一般人会认为说 OK 只要拉高了 你有出货 你要获利出场 可是你想一件事情 你觉得萨尔瓦多 会因为他们在比特币2021年的投资 现在赚了300万美元而出场吗 当然不会 你会觉得这件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当你想到我们这一般的散户投资人 你会觉得说 币价拉到某一个点位的时候要出场 但是大家的说法是 大户要出场 或者大户要希望说 他要想办法让价格跌下来之后 他再买入 但是事实上 真的大户不是在想这件事情的 真的大户 比方说萨尔瓦多这个国家 他不是说好 今天我在3万5买到比特币 然后今天涨到4万我要卖掉 我要等它跌回3万6 跌回3万4的时候再买 不是 他会继续买 因为他看到的比特币是 他的基本的价值 跟他长期的未来性 他看到的不是说好 我现在有300万美元放进口袋了 我的国家人民可以过得很好的生活 他想的不是这个东西 今天贝莱德想的不是说好 现在我来发个好消息 我从6月发这个好消息 我现在到12月要收割 我要赚这几千万几亿美元 不是 他想的是未来10年 他继续都可以用比特币先为ETF 去赚无数的钱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一般散户投资人 跟真正的大户看到的东西 也许不一样的 那当然我自己不是什么大户 我也没有管过任何的一档基金 甚至国家 但你可以看到 从我们比特币总统啊 拿一些Buckley他说的话 他也提到了 当然我们一点想要卖出的意图都没有 而且这从来都不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完全清楚一件事情是 比特币的价格会持续的在未来波动 而这并不影响我们的长期计划 然后他觉得重要的是 那些一直在看随他们的文章写手啊 或者是一些non-believers 其实差不多也是该可以跟他们道歉 就是在这段比特币下跌的时候 塞尔瓦多这个国家都那么决定 一直被骂 那现在他们获利了 你要吧也应该要道歉 或者是至少你应该要承认说 他们现在是有在获利了 毕竟在他们亏损的时候 这些人的骂声是从来没有停下来过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 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啊 而且其实你可以想象 应该有很多的小国家 你就想象你是一个小国家的总统 你们的财政的问题是存在的 你们可能过度仰赖美元 或者是你们国家的央行 应成印太多 每看着Naïve Bookly 接下来这段时间可能会非常的高调 非常的得意 你会不会考虑说你们的国家的策略 也可能可以使用一点比特币呢 也许不一定真的也要把比特币当成法币 或者像萨尔瓦多那样子直接买进这么多比特币 但是在世界各国的政策跟政治人物的眼里 这件事情完全已经变成应该要彻底打击 到市府可以尝试的 这篇新闻也可以让我们看到类似的东西 推动数位民主 英国申请新政党The Other Party 他们将会透过区块链将权力环缴轿软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 比特币的整个趋势已经从 大家因为都是散户 大家自己在玩 一些迷因的文化的人在玩 到现在的机构 未来都已经进来了 复达已经进来了 甚至下一个进来就是政府甚至央行 有没有可能我们未来看到比特币 被某些国家的央行成为储备资产的一天 那会有更加不一样的市场出现 这样我们看到Coinbase的首席执行官 比特币可能是扩展西方文明的关键 这个其实就有一点 类似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想法 就是当你在期待说 今天机构或者是政府要审核采纳 或者使用比特币的时候 其实你要想的是 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利益点在哪里 如果你只是去思考说 他如果买的话我们会赚 他如果不买的话我们不会赚 那你可能很难去猜到 他到底会做什么样的决定 可是这边Brian Armstrong 这个是Coinbase的创办人 他就提出了说今天这些国家 其实对他们来说 尤其是美国 采用比特币对美国来说是有好处的 他认为加密货币跟美元可以共存 并且加密货币将会作为一种天然的制衡手段 来补充美元 并成为美国长期利益 以及西方利益的最佳捍卫者 以形成一种更广泛的文明 他相信转向加密货币 比转向其他的国家货币更明智 而且他相信法定货币跟加密货币长期共存 他们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 那我觉得Armstrong这边的观点就很像我们之前 应该大家都有听过的 就是如果说今天美国SEC 继续疯狂的阻止加密货币跟比特币 在美国的发展的话 其实最终受害的不是比特币 而是美国本人 因为比特币将会在其他原本金融 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市场发扬广大 我们还有欧洲 我们有中东国家 我们有中南美洲国家 第三世界国家 还有亚洲 如果说今天比特币注定是一个 50年100年后长期发展的东西 那无论是谁优先整合优先 找到一个好的监管方式 对他自己来说 才是利益最大化的地方 当然他的前提是比特币会发展这么久 而渐渐的 美国包括他们的监管单位与政府 已经开始意识到 他存活更久的几率 似乎比他会在短时间内消失的几率 来得更高 像我们看 24小时之内爆仓2000万美元 ORDI剧烈暴涨的背后发生什么 这两个礼拜涨最高的比 应该就是这个ORDI吧 就是在短短的时间内 可以直接从20美元涨到60甚至70美元 然后又快速的暴跌 那他背后的原因是 比特币的核心开发者生气 如果你不知道ORDINORS的话呢 他有点像是在建立在比特币区块链上面 可以让你去发其他币的一个协议 当然他上面并没有办法像以太坊等等的 可以做到智能合约 他目前就是一个发币的功能 他上面可以做一些NFT的功能 那这件事情让原本有很多的比特币社群 觉得非常的兴奋 因为他们认为说比特币才是真正去中心化 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新的领域可以探索 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并且很多人赚到了钱 那之所以这位比特币合并开发者 他叫做Luke Dash Jr. 他会生气呢 是因为在他的眼里 以及部分的比特币开发者与OG的眼里 他们认为比特币其实就应该是 很单纯干净的这个数位现金 不应该在上面你考虑说我想要试得开发智能合约在上面 我考虑开发NFT在上面 那一方面是在往比特币的区块链丢垃圾 一方面是让链上的交易行为混乱 对这个他不喜欢的 并且他表示呢 BRC20跟Ordinos根本就是一个漏洞 且他说这个漏洞呢 其实已经在V25.1得到修复 虽然说这件事情被干扰没有上线 但是呢 他将会在明年的V27之前得到最终修复 当这个bug修复之后 Ordinos明文跟BRC20代币将会不复存在 然后是不是非常的恐慌 因为这个东西不复存在 我们现在赚到钱就没了 赚到钱的机会 也就没了 到了这样的生气 那也引起了很多讨论 就是说 今天你是一个Bitcoin Core的核心开发者 你就有权力决定比特币的走向吗 你就有权力决定说 在比特币区块链上 什么东西应该是有的 什么东西应该是没有的吗 照理来说 我们说这个去中心化的社会不应该这样 那这边律动就非常详细的整理了 这背后的一些原因跟来来回回 包括说比特币的发展并不是开发者 一个人说的算 包括说到底是谁控制了比特币的核心代码 有些人朋友可以再来详细的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有趣 我可以就简单的做一个结论 第一个 并不是比特币核心开发者说的算 甚至有些时候 其实矿工的意见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毕竟是要矿工去完成那个共识 他们挖出来的矿 才是比特币这条链继续走的动力 但是呢 矿工也不一定就是全然正确 如果说今天在矿工阵营里面已经有分歧 那我们可以做出分岔 像在2017年 比特币的区块链就变成了 比特币跟比特币陷阱两条链 所以最后到底是谁说了算 最后会变成是社群说了算 你看我们现在确实就有两条区块链 一条被称为比特币 一条被称为比特币陷阱 那你如果问说到底谁才正宗 谁才说了算 最后就是看用户更愿意花钱买哪一个资产 只要今天用户更愿意花钱买这个资产 它就会涨到10万一只变成现在价格 如果说比较少用户支持它的话 它现在可能就是几百美金 也就是现在的Bitcoin Cash BCH 这个币的结果 所以我个人的关键是 在最后的结论上 并不是核心开发者能够决定 并不是矿工能决定 而是我们这些社群所有人 共同决定的东西 当然这个可能是我的一厢情愿的看法 可能有些人认为说 哦不对哦 如果今天说我就是掌握了51%的算力 我就可以直接决定 虽然我会回应说 那我们用户就不想要买你的币 你也没有办法 然后我们怎么样 有诸多的可以辩论的空间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Bitcoin 真正令人兴奋的原因 就是现在很多人会说 Bitcoin已经走进了一个 稳定要长期发展的阶段 但是事实上是 这背后还有非常多 非常有趣的理念的碰撞啊 社群的争持啊 价值观的冲击 以及大家都还在探讨说 我们到底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然后真正让我乐观的是 Bitcoin的经济模型 会让这些事情 最后都会变成 由去中心化与社群决定了 而且它依然是一个 非常有活力 有朝气的一个新的市场 就是我觉得 真的非常有趣 我不觉得我能不能传达说 这个有趣的概念给大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我们看到 摩根大通执行长重申 反对加密货币立场 如果我们去政府就全面封杀 如果你前三个礼拜 也有看周报的话 你会发现这次摩根大通 连续第四个礼拜 表达对加密货币不看好 而且这一次呢 是他们的执行长 Jamie Diamond 他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 听证会上出席的时候 说了这样的话 他说他个人对于 比特币等加密货币 一直是持有反对的态度 并且表示 加密货币的特性 与其广伴被用于贩毒洗钱 逃税等不法行为 绕过政府的控制这件事情 导致说如果他是政府 还封杀他 那我们已经四个礼拜 分享了他对比特币 表面上的意见了吧 我们来看看他实际上 在区块链上有哪些作为 这篇恋新闻的文章 摩根大通JP M Coin 整合了Parture 进行跨银行交易 大途领先其他美国业者 如果你不知道呢 这个顶级的资产管理机构 摩根大通 他们所发行的稳定币 这个在自家区块链平台 ONYX 使用的JP M Coin 现在已经可以在 跨银行的联盟链 Parture上使用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的是 Jamee Diamond他们真的就是 疯狂的 看着说些比特币的同时 在做跟区块链相关的 专案 而且做得还比其他人多快 非常有趣 就是市场上面有个句话 就说不要看人家说什么 不要看人家做什么 就是这个道理 像我们看到贝莱德警告 比特币可能会备列证券 或对现货ETF造成负面影响 那这个新闻是我们都知道 最近比特币现货ETF的申请方 跟美国的SEC 一直都有一些书命的来回 那其中一个来回呢 看起来是SEC要求贝莱德 在申请文件上提出了这段话 这段话是 如果SEC或者其他的监管单位 采取任何的执法行动 声称比特币是证券 或法院做出相关判决 有可能会对比特币现货ETF的 股票的交易价值 产生直接的实质的负面影响 就是他们在比特币ETF的内容里面 被要求加上了这一段 就像风险警示的话 那这个背后的理由 就交给大家自己理解了 有些人可能会把它判断为说 这个是SEC在位之后 控告比特币埋下伏笔 另一群人可能会把它判定说 这个是SEC在投降之前 最后在面子上的一个挣扎 就是好 我现在没有告赢你是正确的 但是你必须要承认的一件事情是 我随时有可能会把你告赢 所以你得提醒的用务 两派都可以理解 那我们这边就不多做采测了 现在我们看到 Flare Labs在Constant网路上测试F-Asset 非智能合约代币将登陆Flare 这个领先的区块链研发公司 Flare Labs 已经在Flare的Constant测试网上面 成功推出了F-Asset的测试版 它的推出标志的为旧代币 启用智能合约跟DeFi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我们都知道智能合约在加密货币生态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必须要智能合约 你才能够做出像NFT 或者DeFi GameFi等等的东西 但是我们同时知道的一件事情是 现在有很多的区块链 它是没有办法支援智能合约的 包括大家都知道的 比特币 狗狗币 XRP 莱特币等等 那他们之所以无法支援智能合约 是因为他们在一开始创出来的时候 就没有想到以太坊跟Selana 这些我应该要去为应用系统做准备的一个底层逻辑 所以他们做不了 可是像FlareLab CEO Hugo 这边说的 现在的所有区块链上面的总资产 大约有70%以上没有智能合约 如果说这些价值 今天能够用一个去中心化 无需信任的方式 能够桥接到一个有智能合约的平台 无论是以太坊或者是任何EVM的链上面 那其实可以为整个DeFi生态带来很大的益处 而Flare本身呢 它是一个扩展区块链效用的EVM智能合约平台 EVM 的意思就是跟以太坊相关的 包括Polygon 包括OP 包括Layer 2 都会很容易跟它整合的效用 它可以让开发人员以最小的成本 访问大量广泛的数据 而Flare 充当了区块链行业的实用程序层 并支持改变一个开发信任务 大家可能听过说 之前有所谓的像 WBTC 或者是 TBTC 等等的 把比特币锁定在某一个钱包里面 然后它可以在以太坊上面发过来的这种跨链桥 那但是这样的跨链桥比较大的问题是 它们都是中心化的 它们背后都会有人可以操纵整个协议 像是之前出问题的 WBTC 就是因为它是中心化的 它们背后没有金主了 所以它必须要停止这个服务 而Flare Labs 它们透过了它们这个状态连接器 以及这个时间序列预言级的技术的革新 细节我这边就不展开了 它们实现了能够用去重无形化的方式 能够帮助到不只是比特币 还有任何的区块链 包括狗币跟 XRP 等等的 也都可以去释放它们上面的资产 来到DeFi领域去做使用 那其实在接触到Flare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自己是有一个想法 就是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 只看地价的投资人的话 你很容易会觉得说 现在涨太高了 应该会回调 应该会回调 可是如果你是像我们一样 在熊市的时候就一直看到 各种的区块链项目房 都依然在持续的积累 持续的build 持续的发展 你会知道说在熊市 我们就已经取得了 非常非常不同的进步 非常多不同的发展 在牛市只是把过去两年的一些发展 再反映回价格而已 如果这两年你都持续追踪周报的话 你会很清楚 而且毫无疑问的知道说 现在的区块链的技术跟项目的发展 比起2021年 进步甩拉不到好几条街了 这些项目的发展 它们只是不会在熊市反映到价格上 因为当时的资金啊 或者是外面市场的人 没有注意到这边 但是在牛市 就是它们的价值发现的时候 所以非常令人期待 而且这支影片有看到 这边的观众又服啦 因为PNews它们有代表Flare Labs有联络到我 它说它们将有价值10USDT的 它们的FLR代币 想要送给社群朋友啊 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追踪它们的Helogun频道 以及加入它们的Telegram社群 在它们的Telegram社群里面 打上这句话 然后完成机器人给的任务 它就会抽出10位幸运的观众 送出价值10USDT的FLR代币 我会把相关的连结 放在笔下的说明栏 下一个我们看到 这个又是另一个 大家可以捡钱的机会啦 OKX交易所它们又要出新币啦 Introducing ACE代币 在OKX的Jumpstart上面 如果你是新来的朋友 加密货币市场呢 有这么一个非常的 莫名其妙的传统 就是以前ICO时代 大家被骗怕了 就是现在ICO的币很多都以为是诈骗 所以如果你现在想要发币的话 怎么办呢 你就要找一个交易所合作 那找一个交易所合作 这个交易所认可你的项目的发展 确认你的安全性之后呢 它有可能就会把你列在他们的 像OKX它就是Jumpstart 其他交易所可能叫做 其他的launchpad之类的名字 就可以在这边进行 所谓的IEO的动作 那IEO基本上如果你买到的话 就是有很高的暴击的机会 就像是像新股筹钱 只不过这边的暴击 比股票市场来的高太多了 而且这次OKX Jumpstart 你甚至不用花钱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质押比特币 或者是他们的平台币 OKB到OKX交易所里面 你不用把它卖掉 你就把钱放着 那你就可以在12月13号 到12月18号的 这一个礼拜之内呢 去挖这个新币哦 你最多可以存 0.3颗BTC 跟200颗OKB 你就会挖到这个币 所以这个等于做 是免费发这个钱给你的 那上一次的OKX Jumpstart 的回报率绩效是1400% 所以这个是 如果你有OKX交易所的话 可以来使用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呢 影片下面有 交易所会被折抵20%的推荐连结 欢迎大家可以自行取用啦 下面我们看到 这个是来自 Staker的一个最新消息哦 FTX事件后 Staker的补偿方案进度报告 Staker曾经是台湾最大的 数位资产管理平台之一 因为他们有把部分的用户 资产放在FTX哦 所以FTX破产也連累了 他们也对一些用户 没办法交代 那现在我们都知道 FTX要还钱了 而Staker呢 有代表他们的用户 持续的向FTX做一些索赔的动作 所以他这边发表他们的一些进度啊 说百分之七十的用户 已经有向Staker做什么样的事情 如果你有钱在Staker里面的话呢 可以关注一下 你的钱至少有一大部分 是快要可以回来了 好 请真的进入本周前瞻之前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小记者跟剪辑师 每个礼拜花十几个小时 帮大家整理这些加密货币的新闻 就让你可以用十分钟就追上 追求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们按个赞支持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解锁代币哦 第一个是这个币安发行的 IEO币这个Cyber哦 它在12月15日 台湾时间的晚上8点 它有高达8%的代币解锁 大概是800多万美元的一个量 以及12月17号 这个是台湾时间下午4点 有4%左右的猴子币 2700万美元等值的APE Token 这个也会有这个解锁 那通常它的解锁代表的是 市场上中期质量会上升 可能会有砸盘的事情出现 那也有可能项目房会在解锁之前呢 会放一些利好消息来拉盘 所以只有这两个币的同学可以留意一下 那下礼拜的关键日期呢 在总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哦 12月12号台北时间的晚上9点半 美国的通膨率跟核心通膨率会公布 那目前的通膨率预期是3.1% 一般来说如果利率高于预期的话 联总会更有可能说去升息来抑制通膨 相反如果低于预期的话 持平或者甚至降息的几率就比较高了 所以说大家都在期待降息啊 因为这样子对风险市场 包括比特币跟股市来说都是比较好的 但无论如何在这个时间点这个数字公布的时候 然后通常币价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所以如果只有仓位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时间 那当然目前大家的预期是这一次是会暂停 就是不升也不降 如果说包围了后来的言论有比较偏歌派或偏鹰派的话 也可能会直接对市场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好最后来分享一下 我在台北休安的时候会去的几个活动啊 第一个是我礼拜一才会落地台北 所以我第一个参加活动应该是礼拜二的派网会有一个餐酒馆 然后那个好像你要付10美元才能来 他们邀请了蛮多的大咖K2楼 然后他们有准备一些吃的东西 有幸运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然后礼拜三的晚上我会去参加Bitmax 跟练新闻一起办的那场活动 然后原本那个时段有个叫nonparty的 他就说好像会跟太多的活动冲突 他不想要让大家不知道该去哪一个 我就非常体贴 所以他们取消了 所以我会去这个Bitnext的活动 好像在晚上7点半我会有一场panel吧 然后也是有蛮多K2楼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来一下 还有就是礼拜四的OKX是关门的 所以大家没办法来 然后礼拜五是什么 礼拜五是什么 写我记不得 然后剩下的呢 因为我现在所见的电脑没有直接的形式力 我永远记不起来 所以基本上呢 礼拜二礼拜三的早上 我应该都会去去外面做的大会 那如果你还没有买票的话呢 底下说明栏就有票价 歼免一半的优惠码可以用一下 那其他的我就有再请后置帮我上一下啦 我会去这些地方 就是这些公开场合我会去 以及大会我会去 期待见到大家 然后最后今天这个音质可能不如以往 但是大家还是看到这边 我想要跟大家坦白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麦克风是造型 它不会影响任何的东西 我在河内 因为我在越南待了两个地方 我待在胡志明市 然后我昨天的搬机飞来这里 搬机掩誤三个半小时 然后这个东西呢 他要求我装一个软体 就不是他是另一个 就是他转机之后的某个机器 他要求我装一个软体 然后那个软体 我装上我这台 五年了 六年了的电脑 我那台直接当机 它直接死掉 然后我就崩溃 我就整个彻底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花了很多时间 试着排除问题 最后是 第一次重关 我的电脑就重关了 然后就终于可以用了 然后后来又遇到了一连串的问题 大家有兴趣我在写成推特的文章吧 我只是想要感谢大家说 就是能够看到这边 就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啦 总是遇到问题就解决嘛 如果遇到一堆问题 就是试着把一堆问题解决 然后这个是越南咖啡 就是我就看着 去外面日报的Derek 他连日根都可以那么勤劳 我如果周根 遇到这一点问题 就挺根 是不是就是不太对 对啊 再来就这样 重点就还是 非常感谢所有的支持 然后感谢我的剪辑师 接受我这支影片 又拖了一天才给他 好啦 那就不要让他再继续难剪了 好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今天提到的两个可以直接 撸10美元 或者是撸另一个 IEO机会的连接 我就把规则放在影片下面的说明栏 那这支影片如果对你有帮助 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 分享给有幸运的朋友 听我的频道让Youtube的脑装 我们想看加密货币的内容 所以TV就会找 有人问你都会在底下留言区 留言问我 我是脑哥 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 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 却还没有账号 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接注册 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用底下的连接 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 如果你想用量化交易聪明投资 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接 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 一样使用推荐连接 可以享有20%的所需费折扣 在这下양里跑回到了 3分钟 你